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东部事件现在是晚上事件 台湾的媒体报台北高等检察署今天 贞结了涉嫌效忠中共及泄密供典案 总计10人被告被起诉 包括陆军深化放河训练中心 萧信前上校教官等5人在押 今天一审高等法院后仍财押 高检史指出军人应效忠国家保守机密 竟只因金钱引诱而配合拍摄 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等新战影片 或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 背叛豹则于国家 应受法律最严厉制裁 建议法院对10人从重量刑 依起诉法条之一违背职务收贿罪 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 这10个人大部分都是现役的 包括俗称陆军化学兵学校的 陆军化身放河训练中心 负责首都及北部防卫 有龙城部队支撑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 这个是专门保卫总统的啊 龙城部队 正义部队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 泰武部队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等北中南东及外岛等数个营区 就有现役军事官涉案 你看没有都有现役的啊 此案起源于调查局桃源市调查处 国家安全维护处 侦办诚信被告 涉嫌遭中共吸收 在台湾拉拢 现退役军官 军事官兵加入供典组织刺探 台湾军事机密案 你看没有 这个 这个总共啊 你看 这些 不仅仅是退役的啊 还有现役的 然后呢 这是 有人负责拉拢 吸收 另外一个是 陆 陆 无信 现役军人 明知因效应 效忠国家 保守机密 不得宣制 效忠 中国 精英 谢信被告的 金钱引用 基于违背 职务收贿的 范益 配合谢母的要求 拍摄 我愿意投向 解放军的 新战影片 交付中共 以换取报酬 哇 我愿意投向 解放军 看看啊 然后 这个 还有啊 此案 这个源于国防部 政战系统掌握 任职 航特部601旅的 谢信忠孝 忠孝啊 级别不低啊 与经商的谢秉承之间 有不当金钱往来 实施反情报作业后 调除谢信忠孝 设于今年7月初外泄 去年及今年601时日 因演习资料 谢信忠孝及谢秉承 到案均已被羁押金钱 看到没有啊 这个忠孝啊 这个601旅 那应该 最多应该 也最多应该是 一个上校吧 这忠孝级别很高的啊 直接啊 忠孝是 是吧 这保护总统的 保护台北啊 台北的门户的 因为他这个601旅 龙城部队 我们之前做节目说过嘛 他的整个的装备 是整个台北最强的啊 最强的 因为他里面好像 有是阿帕奇直升机 好像美军的 居然就这啊 都被搞定了 之前去年八月份 啊 台湾国防部说什么 事无二制 是吧 现在到底谁事无二制 啊 你怎么看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这个点 就是 他刚才说 比如居然有士兵参与 这个所谓这什么 愿意投降九条金 这种新战影片的拍摄 这个 这个事情就很奇怪 就是 取决于这个新战 所谓的新战影片 他要给谁看 他如果是要给 台军部队的这个官兵看 那他就是冒着非常极其大的风险 这个 我相信这个士兵他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啊 他肯定是会预料到这样的这个结果 那他肯定不会是在什么 呃 就是他这个后路想好没有 他擦子这个所谓底线在哪 他为什么肯冒这么大风险去干这个事儿 这个这里边的利益究竟有多大 然后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这个新战影片呢 是不是给解放军看了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对吧 就是为了这个 鼓舞这个自己这个这个 党卫军这个士气去开 你看这个台湾部队都不堪一击呀 他们都已经这个 这这你看这个这个官兵都都全宣誓效忠我们了 也这也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 呃 还有就是说 这个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以后 对这些人的这个最终的处理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看点 就是 别弄成了哎 我这个这个这种丢阻宝居啊 然后另外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高高举侵犯 如果是他他他有这种操作的话 他可能就会进一步去瓦解这个台军的这种这种这种士气 就说哎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些人都干了这件事情 但是处罚的很轻 对吧 刚才我还还说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有这个丢阻宝居的可能 可能就是几个这个这个出卖情报的呀 参与影片拍摄的呀 然后但是实际上台军更更多的被收买的高层有没有 那我相信一定是会是有的 所以他这个把这个这个这个现在这个这个程度的这个层级的报出来不见得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一个动作有有这种可能性 路德我刚才说这几点 这里头啊 如果不是咱们提前戳破 做好准备 投降解放军机 意思就是交给中共 他不仅仅是换取报酬啊 是换取啥啊 你知道吧 就是交接防务 你看一个中校 这个农城部队的中校 他直接可以控制这个部队 交把这个拍下来给中共以后 以后就是论功欣赏的 他是一个论功欣赏的一个证据 依据 啊 是不是这个其实时这个时点非常关键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对了 就是说他他其实刚才说的他他他要什么代价 那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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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这个这个去封侯吗 我叫这个这个封侯败将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现在是个中校 一旦防务交接成功立马变成这么 但是这个这个中将 但当然是有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他当时没干成 那就是整个事情就就就就可能就败露了 所以说 也是很这个这个没把我好知己 被咱戳破以后 整整体的这个败露了以后 你就是这个把柄被被被被被发掘了 但是对最好是这样 就是他他他但是我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这是被爆出来的 这这才十个呀 但是中共你想得花多大力量干 这个很全面的干这个这个 他如果想交接房屋的话 他整体能建立的联系和层级和这个人数 肯定远远超过目前呢 他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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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说出来的这几个人啊 路德 哎你们发现那个 为什么啊 从自从我们去年八月份 披露中共啊 在台湾要策划这个企业啊 这所有的案件 一个接一个 之前为啥没有啊 你说 咱们说去年八月份说之前 为啥没有 咱们当时说台湾国防部 把中共早就渗透了 哪怕 这个蔡英文的身边都有 这个谢信忠孝 就是龙城部队 就是保护 保卫总统府的 说白了就跟啊 如果我们不那个的话 就跟当年啊 那个塔利班 把这个阿范拿下一样 都不知道咋拿下的 加尼都不知道 说白了 里应外合 直接把总统府直接给 拿下 那龙城部队 他这也可以去保卫 是吧 保卫总统的民意 最后直接把总统拿下 不就很简单吗 他为谁要求 那个那个 这个新战影片 其实啊 因为中共也不会随便信任 台湾的这些人 所以呢 他要的叫投名状 叫投名状 这是关键 未来等着 说白了 这种秘密的啊 各种行动 都已经策划好了 都策划 被咱们给戳破了 你说的这个 新战影片 其实是投名状的 这个我觉得 我很认同啊 就是 我 当然中共会选择机 去放那个东西 对吧 当然 他给谁 给谁放都 都有可能 给台军放也有可能 给解放军放也有可能 而最重要的是 抓住你的这个 就是跟我勾连的这个人 的重要把柄 让你没办法 就是你没办法 再再再再再去反转 当然这个也是 但是他也得做判断 这种投名状 他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你看啊 这个 全案于今年七月底 开展开 首播所措 所以现在啊 这个中共 去年八月份 彻底瓦解了 当时八月份 说实话 就是内部颠覆 就是内部颠覆 就是交接防务 我们当时不说 16个字吗 最重要的后面 就是交接防务 这个被瓦解之后 其实中共到现在 在台湾 可以说是 很难 在军方 开展任何的 这种工作 因为美国 说罢了 就是美国介入 是不是 你说 中共在台湾 早就开始干这些事了 很多都干了十几年了 为啥 现在最近 是吧 才开始抓人 之前为啥不抓 就是美国介入了 说实话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 这是关键 你说 我相信也是这个 为什么在这个十点上 这个 一是美国介入 而且就像 他们十几年干这个事 美国肯定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只是说 到那个 就比如说今年八月 就比较重要的十点 通过网站 或者是其他一些渠道 美国也获知了 他们有实质性的行动 应该是这样 所以美国才会 也有相应的实质性的行动 比如说 那会儿 咱说的美国的基督警察 什么之类的 就是跟国会相关的费用使用的一些监督 就是整个在台湾政府部门里边 能起到这个常备管辖这样作用的 这个官员不是一批一批去了好几批吗 我相信那也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所以说 咱说的 这个美国采取的行动 那也是一大部分 就是 在那个时间上 有实质性的行动 对 我们还有这个印象 所以 台湾 未来肯定 还有更高级的 更高级别的 是吧 会都会爆出来 这才是关键 是吧 这才是关键 现在 当你说的 都是一些 校官 还没到将军级别 你说这是校官背后 那一定是将军 根据台湾国防部 对咱们的反应 你就知道 为什么对咱们这个东西 这么敏感 在去年 我们刚说完 12小时不到 就来攻击咱们 国防部啊 咱们只是一个自媒体 按理说 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 就跟 有必要吗 那就是说白了 他们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这动作变形的很严重 其实完全没必要 就是说 这个正常情况 或者他还没有失去理智的话 他就不应该做出任何 就是他不做回应 其实对他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状态 对吧 其实最起码不会有什么不利的负面的东西 当然是咱们在站在咱们这个正常的思维和考量上来讲 所以说他对一个自媒做出这么激烈的回应的话 那一是证明咱们价值 二是说到了他们这个痛点 所以说这个案子 就是当然爆出来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好事 但是这里边究竟水水有多深 是会不会被利用成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有有有有 还继续还有那种那种那种风险 就是说 呃 我们肯定知道他有更高层的 但是这个更高层高到什么程度 然后这里边有多少人 然后现在爆出这个案子究竟是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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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也好 还是说从这个从那个点作为突破口 就这不是全新月开始查的吗 那接下来就一连串的这个更高阶的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 当然那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 就是 但是今天这个这个十几个校官的这个程度 确实还没能保证他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被收买的这个程度完全被揭露 目前还是没法说这个话 只是说的希望后边的这个更高阶的马上被被揪出来 然后稳固这个这个台湾原有的这样的这个房子 但是 我只在咱在咱在在这这么看啊 就是说 你他这个整个国防部对咱的这个反应来看 确实不是特别乐观 就是那这个看来这个高阶的人呢 这个还是很多 而且这个力量就是力量很强 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非常不理智的这种回应啊 那是去年去年 现在我相信啊 肯定没问题 说不定过段时间啊 是吧 很多事情都会接触了啊 因为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敏感 因为咱们57分钟的录音在5月份先放出来了 知道吗 这个东西很关键 他们知道咱们不是一个自媒体平台这么简单啊 所以他必须回应 咱们这个台湾国防部他知道 那中共肯定让他们赶紧回应啊 他知道 咱们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这自媒体这么简单 所以他必须回应 是这逻辑 知道吧 强力自媒体 非常强力的自媒体 咱们说的正好说准了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回应的时候正好中共他们正在策划这件事情 对吧 正在策划 如果我们不提前那个卧槽 那你想想 台湾就给他搞下掉 搞掉了 是吧 危险 危机啊 现在看到没有 大家看看啊 陆军深化放河训练中心 龙城部队都被他们搞定了 随时卖掉 台湾 是不是 你说拔了总统在这些 啊 有啥用啊 说拔罪务在部队面前 你就是个总统而已 是吧 别人有枪 对 如果你身身身边人反水的话 就像那个加尼一样 你很难说是加尼主动干的这事 还是说他身边人拿枪顶着他的头去干的 这个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 你们你就没有办法了 金卫军都让人搞定了 人家我说你反水 你都不能让财务拿起拿把AK47去去去去表达自己的民主意志 那确实不现实 所以他他他很是很有可能的 嗯 好 咱们这一期啊 最新的太局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七龙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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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